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它不能治你的命 病是你的业的显现 但是要改你的命呢 也要从业的显现的根本着手去忏悔 去积极福德资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听闻佛法 是因为希望我们能够转我们心中的病 接下来看下面幻灯片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般若会上 佛菩萨出无量的妙法音声 讲了般若波罗蜜经 中国人很有福报 玄庄大师把它翻译成六百卷大般若经 这张幻灯片是香港大雨山宝连城市的大殿 请看右手边的是第四天 有胡子的 就是我们里面讲什么 玉皇大帝 他就是第四天 他也是佛的弟子 左边带宝观的叫大饭天王 他捧着是般若经 所以佛在讲经的时候 无量的佛菩萨都来听 但是讲最深最深的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 是由第四天跟大饭天王来齐请的 那从这一院给我们呢 有很多的取试 第一个讲话要有智慧 请你写下来 第二个讲话要柔软一点 第三要用真诚的爱语 爱不是假假的 而是从真心里面关怀别人 我们不一定像释迦摩尼佛 现在就可以讲经说法 所以我们在阴地里面呢 先要守不要妄语两舌恶口跟奇语 各位可以上商业经社的网站 我在八蛋岛讲过十善业道经 我就不要在这里重复 法是很多很多 一直重复重复呢 有些老菩萨呢 老参是会不太耐烦的 对不对 他希望师父讲深一点深一点 可是初学的人 会觉得太深又听不懂 所以讲经说法是很不容易的 我会尽力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还没有办法像佛一样 能够讲经说法转法轮 但是我们要发这个愿 就像我们要发愿度众生 但是不是急着度众生 要随缘地从生活上帮助众生 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生法做讲经说法的 但是我们要想 你讲经要人家相信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要深入经账 要精进修持 最重要你的深口意要清净 你深口意若不清净的话 你讲的不能感动别人 全世界很多法师都在讲经啊 南传北传藏传都在讲啊 每一个人的语言不同 最重要你口意先要清净 接下来你人与人之间讲话 第一个要有智慧 智慧是很不容易的 智慧先从自他交换 先想 假如我是对方 他希望人是用什么方法来跟我们沟通 我们有时候呢 讲话常常是伤别人的 像一把剑 对不对 我们不太考虑到对方的反应跟想法 所以我们常常顺着自己 称心的习性 伤害了很多人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不管你有意跟无意 有时候你呢 称心生起的时候 你骂小朋友的话也是很毒的 他一辈子都记得 有时候呢 你讲重的话伤害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呢 对你很好很好 什么好都忘记了 可是你骂他的话 他一辈子记得了 所以可见 人的这个心啊 力量是很大 可以你讲好话 也可以讲坏话 所以 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很苦很苦 是因为你讲话 口语呢 是不够清净的 要有智慧 第二个 讲话有很多方式 柔软一点 讲话不要太毒 不要太尖酸 不要太刻薄 英文讲 Don't be too sharp 不要太尖锐 你看那石头很锋利的话 它是会割到别人的 你可以婉转一点嘛 比如说你这个人明明是很肥 对不对 Fat 你不一定要用肥吗 你这个人很圆满 听起来做舒服一点 其实他也知道你要讲他 他是很圆的 对不对 你这个人很瘦 对不对 哎呀你这个人身材比别人好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方法 你不要说这个是假假 这是菩萨道 这个人呢 对不对 明明是老的时候就秃头 哎呀你这个人头发今天非常的亮 那不是很好听吗 对不对 不过讲话呢 听好是要有智慧的 学习佛法听好 假如一个人真的有用功的人 他的身心会比较柔软 他的心会比较静 不会动不动呢 哎呀你这个人哦 真是像猪八戒一样这么肥 对不对 然后他就先想 我是猪八戒 那你是猪八戒的朋友 你不是也是猪八戒的猪八戒吗 物以类聚吗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有时候呢 人都希望人家赞叹 跟肯定 这是真的 譬如说对方做的 没有什么智慧是错的 你会说哎呀很好 你做的呢 已经尽力了 但是你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这样不是很好吗 给人家肯定 Better than before 你不要说 哎你就是这么笨 这么烂 那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认为自己笨 每一个人都认为 嗯 我是前世最帅的帅哥 我是全世界最美的美女 对不对 其实美跟帅没有绝对标准的 所以你应该先肯定别人 然后给更多人鼓励 这个叫做爱语 柔软语 知道吗 就好像呢 有些太太 我常常会举例 先生上班 下班 有很辛苦 太太下班也是很认真的 去买菜 煮菜 对不对 你总是要很真诚的 给太太赞叹一点 对不对 你不要一来嫌 哎呀今天煮的饭好难吃 她想那你来煮咯 对不对 嫌一次两次三次 她就不煮了 然后有一天呢 当老公呢 责备太太 我给你伙食费 你怎么不煮呢 她说你每次都嫌我很难吃 对啊 因为你讲的话都伤了别人 所以你没有柔软语 也没有爱语 但听好 爱语柔软语要忠道 不可以过语不及 不是说他一分 好 你就跟他讲 Oh you are perfect Oh你太完美了 那就太假了 不需要讲到这样 所以柔软语跟爱语 是你种无量妙法音声的音定 口业要清静 要有智慧 要柔软 要有爱语 这是这一步我们要学的 你这样口业清静的时候 等到出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 你才会发愿将来大转仿轮 用各种语言 各种音声 各种善巧方便 帮助众生讲经说法 所以你应该发这个愿 虽然你现在做不到 但是要往这个目标去努力 接下来看物识 现八项成道 而广度众生愿 请看经文 位于诸世界中 正觉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故 在一毛道中 就是一个寒毛拔起来 于无量的毛道中 无量的世界里面 能够出现坐道场 转法轮 而且视线大班涅盘 为以无量无边的智慧 进入佛的广大境界 威神利固 而广度众生 在这里我要先说一下 八项成道 这是指 待会会放幻灯片 就是佛从道立天宫 舍兜率 将王宫 契魏诸家 苦行学道 这个只有十一地的菩萨 才会有这个功德 在这里出地欢喜地菩萨 要发这个愿 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 八项成道 他可以像普门瓶讲 因以合身 得度者 既献合身 而未说法 他可以呢 用各种千百亿化身 来度众生 但是他还没有办法 献八项成道 请看幻灯片 比方说 这个是我在 博迪迦爷旁边 藏传佛教的 雪千寺拍的壁画 它全部是用金粉画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讲到这里 我多说几句 希望建寺庙的时候 不但是有中国的文化 其实有些东西 可以把金文 辩文图 刻在这个墙壁上 古代很多的人 不像现在我们教育很方便 现在网路 印刷都很方便 DVD VCD 古代呢 你去看中国的大乘仆画 为什么有 极乐事业变文图 有法华经变文图 或东黄壁画图 就是古代受教育的人 不一定很多 但是他到寺庙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 佛的八项成道 或本身经的故事 通通把它画在壁画里 所以当到寺庙里以后 那师父们或当家师 就对这个壁画 跟你讲故事 所以藏传佛教 保留了很多 很好的这个传统 把很多佛经的故事 听好 是要依照佛经 而写的 画的故事 这样比较如法 至于像现在 很多人喜欢艺术创作 我觉得 有些很好 有些不太妥 为什么 你乱七八糟话 你便没有根据 那你画呢 像这里看到的 八项成道 它是以佛经的故事去画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听好 画完以后 也不要那么自私 要有版权 只有我们这个寺庙 可以用 应该要心量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公开提倡 若有佛弟子 愿意贡献 艺术 文化 音乐 应该发愿 把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做成多媒体动画 把法华经 二十八品 做成多媒体动画 那不是可以 度很多很多的众生吗 不过这个很不容易 它要有法师奖金 解释 还有会画画的 会音乐的 还要多媒体的 带有一个 big project 是要做很久很久 可能要三年 五年 十年才会做出 一个project 但是这会很有意义 如果做出来以后 全世界可以流通 是不是 法华经里面 有七个辟语 不然就像阿弥陀经 微风吹动七宝杭树 昼夜玉天曼陀罗华 你念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现在佛典故事里面 就要把净土三经 做成卡通漫画 是日本人画的 那就非常好 你不要问我 你上网查 对不对 佛教卡通漫画 净土三经 就已经很多人做了 对不对 所以请看这张 这张呢 就是呢 摩爷夫人 在睡觉的时候 她是一个尊贵的菩萨 在《华严经》里发愿 她深深是当 贤结千佛的妈妈 她真聪明 做诸佛之母 所以下一尊 弥勒菩萨 也是她的儿子 对 她发愿 所有的诸佛菩萨 我都做她老妈 都要从我肚子里生出来 所以她是诸佛之母 她也是大菩萨 在《华严经》里面讲 她也是呢 不动地的菩萨 成愿再来的 总是呢 要来演人间演一场戏 她就做梦 梦见什么呢 佛骑着六牙大白象 从道立天宫 投胎到她的子宫 所以这六牙白象 注意六个牙齿 代表六度波罗蜜 后面我会讲 普贤菩萨 为什么其他大象 六个白牙 代表六度波罗蜜 你看 这个画是非常庄严的 你看到吗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 它是用金粉画的 非常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 好 这个是指 这一次放的伦比尼 短片 这张画的壁画就是呢 摩耶夫人在古代的印度 伦比尼的地方呢 经过无忧树 然后释迦摩尼佛就 从幼邪诞生 然后呢 天上了九龙吐水 为佛洗澡 沐浴 这就是御佛节的来源 接下来佛呢 就走了七步 有没有看到 你们的右手边 有看到吗 前面有七个莲花 然后佛就写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你看你一出生 就可以踏在莲花 请问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什么 呱呱呱呱呱呱 这就是圣人跟凡夫 出生不一样 当然这是佛的 这个多生多结的功德力 其实它是人间来演戏的 这是它视线八项成道 最后佛 它八项成道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这张图是降魔 看这张右下角 有看到吗 三个女生 代表贪嗔痴 天上的美女呢 就来诱惑佛陀 这时候佛陀有神通力 一放光上 你们三个妖女 看起来是骷髅头啊 然后他啊 它就不见了 因为魔王本来 这个代表以贪心来诱惑他 佛深深是持戒清净 所以贪心 它是清净的不动心 再看背后 有很多的妖魔鬼怪 对不对啊 射箭射他 这代表称心 贪嗔痴的称 恐惧嘛 然后所有的魔王射箭呢 射到佛的时候呢 都变成莲花而掉下来 那代表佛深深是行的 慈心三昧 再看左下角 左下角比较不清楚 魔王最后不甘心 刚开始派了三个美女 来诱惑他 接下来出动了 这个所谓的 所有一切的军队 来恐吓释迦摩尼佛 最后呢 那个所有的千军万马呢 也被佛降服 最后呢 左下角魔王就献出个 献什么呢 先跟释迦摩尼佛一模一样的人 就是我 就是高达玛西达塔 我跟你一模一样 他就抓着佛的手 佛就说 本来就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那一刹那 佛就降魔了 这一段请你上 Little Buddha这一段电影 他演得很精彩 表示佛降服 贪嗔痴 最后一个魔王献一个 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佛跟他讲 我释迦摩尼佛是不会被你降服的 因为我通达 无我的法门 你是不可能伤害释迦摩尼佛 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我 所以佛最后降魔是 波罗密降魔的 这时候魔王就吓到 然后就不见了 最后呢 就阅读明星 佛正式成佛 请看下面一张 佛就正式呢 为所有的众生转法轮 在转法轮里面 看左右两边 一个左边拿法轮 右边拿法罗 就是大范天王跟第十天 这是西藏的壁画 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 要利益众生 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的 不单单只是你念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念念经 送送经 拜拜佛 当然很好 可是你真正要行菩萨道的话 应该从你身上 可以看出很多实践的功德力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一段经文我还没有讲完 我刚开始讲 佛有视线八项成道 所以八项成道 只有到了十地菩萨 要十一地的时候 视线成佛 才有这八项成道的功德 所以请看五十四页 第二十行里面 二十一行说 做道场转法轮 大班涅槃 所以 其他的宗教里面讲说 像一贯道讲 释迦摩尼佛掌天盘 其实不对的 佛还没有视线八项成道 他是南无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的十地菩萨 但是他还没有视线八项成道 所以要多读一些佛经 否则你不读佛经 人家怎么怎么讲 我告诉你 你是会走错路的 接下来再看 位于一切众生界 他的悲心像深的大海一样 佛应出事时 开悟的时候 令一切众生心很寂静 所以做各种的视线 所以在大制度里面说 佛观察古印度 2500年前 古印度的文明是适合释迦摩尼佛投胎的 所以他才会诞生在印度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诞生在欧洲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诞生在中国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诞生在新加坡 对不起那时候新加坡可能还没有出现 很小岛 答案是西方的文明比较重视天神 所以西方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天下 我去过世界18个国家 我也很赞叹伟大的上帝 若西方没有基督教天主教 很多人他的精神文明是更可怜的 东方有中国的儒家道家 所以佛要出事的时候 三千大千世界他都观察 最重要有一个根本的很多很多原因 大制度论有写 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是 古印度的人都相信六道轮回 中国的人只相信呢 有天上语化成仙 人间修儒家 但中国人对于六道轮回不太清楚 那印度的人 像印度教或席克教婆罗门教 他们在禅定当中 的的确确看到了六道轮回 但是这六道轮回怎么来 他不知道 所以释迦摩尼佛因为他们相信六道轮回 所以他投身在印度 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的 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然你想想看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在中国投胎呢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在法国巴黎投胎呢 法国巴黎呢 也不会相信他的 知道吗 当然现在佛法 因为佛的大悲愿心 然后呢 佛法是全世界都很弘扬的 接下来再看 为正觉一法 一切法 他为了求一法 可以舍身为乎 他为了弘扬一切法 他无量节 是法门 无量誓愿学 目的目的都是要帮助众生 进入无余涅槃 涅槃有两种 一种叫有余涅槃 第二个叫无余涅槃 余就是圣下的意思 有余涅槃是指 阿罗汉他虽然是圣人 可是呢他还是有细微的烦恼 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要公告一下 法华经第二品讲的最详细 看来呢你们全部都得去听经了 第二个 无余涅槃是指 释迦牟尼佛 正入无上阿诺多罗三宝三菩提 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阿僧奇节 最后就近成佛 这叫无余涅槃 接下来 未出一切的因生 所以佛的语言是空性的 今天有个脸友说 师父我对佛菩萨祈求 可以讲英文吗 当然可以阿 你也可以讲印度尼西亚文阿 你也可以讲马来文阿 语言是空净的 你也可以讲潮州话 为什么呢 语言是空性的 举一个例子 你若有经验的话 我就曾经梦到西藏的上师 大宝法王为我说法 他讲的是藏文 我听的是中文的 我梦中还跟其他的上师 是讲英文的 所以语言是空性的 那因为是语言空性的 所以佛可以为天龙八部 一切的六道众生 跟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讲经说法 佛也可以为狗阿 猫阿 乌龟阿 兔子讲经说法 这是真的 他可以出一切的因生 但是我们凡夫呢 因为有局限性 所以我们人懂的语言 大概不多 为什么 因为下面讲 令诸众生 心欢喜故 接下来 为了献大涅槃故 他永远不会断他 恨力故 这里的恨力 是指六度万恨 行有时候读破音字 当动词的时候 是指六度万恨的功德力 为献广大的智慧 实地安利一切的诸法 所以以佛广大的境界 因为通达法 以及智慧 以及神通 所以他可以普遍 无量无边的佛国读 讲经说法 广度众生 这是第十大愿 五十四页 如是等 顿号 大欲 顿号 大出身 顿号 十大愿为首 清好这里的愿 是指善法愿 你写在旁边 善良的善 佛法的法 佛经里面常常讲 五愿五愿 或我们讲贪嗔痴 贪是指不好 举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讲座的 这几次都会发结缘品 有时候我也会跟别人 也有结缘 可是有时候 我很有趣的 听到一些佛学班的同学 或者说 很多信徒跟我说 师父不用不用了 我不要多拿了 这个太贪心 贪不是用在这里 我要你去度众生 怎么会是贪呢 你不是要发愿度众生吗 对不对 无量的时空 你单独会给我 对不对 我会给你结缘品 你应该欢喜接受 所以讲贪是指 不好的定义 比如说本来你要吃一个粽子 现在每一个人过堂 吃两个粽子 结果没有人看到 你偷拿第三个粽子 第四个粽子 这个才叫贪 所以贪的定义是指 不清净的心 我们当然也不要变成说 佛教的结缘品呢 是因为结缘的 有人就很贪心了 拿十套二十套 对不对 我又发觉 东南亚的佛教徒 都很喜欢做工的 也很感谢海印古斯 跟所有新加坡的联友 发愿流通 这个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这非常好 我非常的感恩 我很真心的感谢 为什么有很多人听了 想要复习 有些人呢 他可能要出差 上班 或照顾爸爸妈妈 没办法来听经 所以大会动员很多人 所以DVD帮人家流通 这个不叫贪啊 你恨不得近虚空 骗法界 每一个人都有一套 那不是更好了吗 那是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的 功德力显现 这里讲的大欲 大是广大无边 欲是指善法欲 也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们发愿要成佛度众生 这个是不是贪 答案这个不是 怨心是来自于清净心 这个不叫贪 假如你会说 我不发愿的话 我告诉你 有一个东西不会发愿 石头 没有意识的 no consciousness的 都不会发愿 你有没有看过 桌子会发愿的 没有 花也不会发愿 对不对 石头也不会发愿 建筑物也不会发愿 为什么 它没有意识 我们做一个人 可以殊胜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有怨心 所以这个叫善法欲 所以听好回答公开的问题 发愿成佛度众生 这不叫贪 你若不发愿 不成佛度众生的话 那你就什么都成佛度众生 第二个 大出生 是指你的菩提心 可以出生 无量的功德 怎么出生呢 以以上讲的十大愿为首 所以发愿 不但是嘴巴发了愿 而要尽心尽力做 所以满此十大愿影 建立菩萨 无量 让阿僧其百千万亿的 无量无边的愿 事实上菩萨的愿是无量无边的 因为众生生活在世间上 所以佛要讲经说法 在华严经里面 常常用十代表大圆满 十代表大圆满 在阿弥陀经里面 常常用七或九 代表大圆满 所以这些都是象征意义 所以最后讲 得住菩萨欢喜地 此名愿波罗蜜 请你写一下 得住动号 出地菩萨欢喜地 华严经的阶地有十个阶位 这里是讲出地欢喜地 好 再接下来看一下 第五十五页 丙九历波罗蜜 从底下丙九 除了我讲经文之外 我会开始发愿介绍 普贤王菩萨 为什么呢 普贤王菩萨是代表历波罗蜜 实际上普贤菩萨十个波罗蜜都有 在这里是以普贤菩萨做代表 为什么呢 注意看 这是四参 峨眉山万年寺的普贤王菩萨 是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下令用同住的 非常非常庄严 我也去过这个道场 我想新加坡的林友 很高兴听新红师法师讲经 讲完以后就发愿 要好存钱 存假期 又要去峨眉山朝圣了吧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圣地是值得你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请看经文 五十五页第三行 以解释愿波罗蜜 现代龙树菩萨说 我今当说力波罗蜜 此中略说力有无量无边的力 他把它归纳为七种力 第一福报生力 二神通力 三信力 四精进力 五念力 六三摩提力 三摩提力是翻译文 也叫做三摩底 三摩底 三摩底 接下来波罗力 所以这七个力都很重要 请看幻灯片 我先打出来 为什么要举普贤菩萨呢 希望我们学大恨 普贤王菩萨的精神 也可以念大行普贤菩萨 没有关系 恨跟行两个字 在古汉文里面都是相通的 恨是指当动词用 实践力的意思 行是当名词用 这两个没有冲突 我们普贤菩萨有很多的功德力 接下来我们起码可以学普贤菩萨 为什么骑大象呢 第一个 他发广大的愿 英文讲看幻灯片 我写的 The power of the great vows and the practice 你要发愿 一定要发愿 每天发愿也是你的功课 那你就会问 师父发愿有什么功德 注意听 发愿也是天天造清净的业 我再讲一遍 发愿也是天天在造清净的业 我们每天早上重找不是糊里糊涂造了很多业吗 有些是造善业 有些造恶业 可是发愿不是善业也不是恶业 它是清净的业 它是清净的业 所以将来你可以成就清净菠萨蜜 所以要发愿 应当发愿 要常常发愿 当它发了愿以后要去做 所以第二个叫实践力 The power of the action Action就是实践 或叫engagement都可以 但是我想我不要用太深的英文 太深的英文不一定人家都懂 第三个 你发了愿要去做的时候 听好一定会有考愿 所以我常常说 愿力有多大 考验就有多大 你的功德力就有多大 你发了愿啊 譬如说你现在发愿要度一百个人 那你就要准备一百个人的条件 你发愿我要度一千个人 那你就要准备一千个人的功德 所以听好 发愿是很殊胜的 但是愿力越大 它考验就越大 但是你不要怕 求佛菩萨加持你 你超越的困难就会越大 你的功德就会越大 所以不要怕 所以要有第三个 这样堪忍力 堪忍力最重要是 耐性跟忍辱 所以the power of the patience 要有耐性 这是为什么要介绍普贤菩萨 请看幻灯片 这是龙门 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大乘菩萨兴起的时候 不但僧文城很重要 菩萨城也很重要 这个你看到了这个呢 就是右边的这个石雕 就是阿南尊者 左边是菩萨城 是普贤菩萨 那你可以看到 声门城跟菩萨城有什么不同 声门城都是披袈裟光头的 它持声门界 菩萨大部分都有头戴宝冠 而是身上有阴落 所以菩萨都是清净庄严 累劫修 当然声门也是 清净庄严累劫修 可是出家人的声门界里面 是不着香花慢 就像你们要受八观栽戒 不可以戴项链 不可以戴耳环 不可以戴戒指 所以你很少看到 阿南或家世戴很多耳环的吧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代表声门界 菩萨就不一样 菩萨是以发菩提心 度众生为准 那度众生的话 那相貌要很庄严 让众生生欢喜 所以菩萨有戴宝冠 身上有阴落 珍珠玛瑙 各种非常庄严的 所以听好 在这个时候 假如佛教徒 你参加法会 来寺庙 最好不要化妆 为什么 大家打坐的时候 闻到的时候 都是你的香水味 而且是体臭味 来佛堂不用 来佛堂自然就好 干净清净就好 你不用装得很庄严 因为观世音菩萨 比你庄严 你来佛堂 简朴 清净 是最庄严的 简单就好 你又不是来参加 嘉年华会 对不对 穿得那么漂亮 干什么 戴着黄金戒指 最后呢 掉了那怎么办 那很麻烦的 但是 假如你是参加 世俗的宴会 希望你越庄严 越好 真的 他会让人感觉 原来学佛的人 是这么庄严的 但是也不要 涂火红涂得太可怕 这样子 Enough Don't too much 所以 这是动机不同 知道吗 所以来佛堂的时候 尤其在参加禅座 佛妻静坐的时候 不要化妆 为什么 大家闻到的 都不是香的味道 都是你香水的味道 大家这样子 还有 尤其在买香的时候 注意请不要买 印度香 不是我不喜欢 印度文化 印度的香 是希望男女 更兴奋的 所以它里面放了 很多兴奋的香料 最好买清淡一点的 香 对你打坐 跟诵经是有关系的 所以檀香 橙香 有很多的香 你自己去决定 檀香是烧的时候很香 橙香是点完以后 整个房间都很香 最重要呢 还是在你的清净心 叫戒定真香 这是圣文戒跟菩萨戒 不一样的地方 对自己要简单一点 朴素一点 越简单越朴素 你会有戒定真香 对不对 就举个例子 像我 我平常我很少穿金黄色 在家裳 这是我出家以来的 菩萨戒慢衣 我只有在真的非常庄严的时候 讲经说法的时候 求佛力加持 我一定会穿菩萨戒的建议 平常我跟你讲 我不会穿金黄色 我们的寺庙习惯了 没有好坏 就是都是呢 男中女中都是穿咖啡色的 那也有西藏的拉玛都问我说 奇怪你们中国人 为什么穿很多奇怪的颜色呢 有灰色 有黑色 有咖啡色 有土黄色 whatever 都是坏色衣 所以佛弟子呢 告诉你 穿图素一点 是最庄严的 那另外我也知道 在家居是呢 因为很多人很想出家 出不了家 所以就非常执着 要穿居室衣 对不对 其实不用那么执着 穿你该穿的衣服就好了嘛 你又不是剃头的人 为什么要执着穿 出家的衣服呢 那你可以发愿 来生呢 你在献出家相嘛 对不对 所以衣服是 简单朴素都好 但度众生的话 像应该像菩萨一样 月庄严可以让众生生欢喜心 所以这个在石窟上是给我们启发的 这是洛阳龙门石窟 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 华严海会图 中间是普贤王菩萨 对不起 这颗画术比较不清楚 我从网路download的 所以你看华严会上呢 所有的大菩萨都是做大宝莲花 真正的大乘佛法 是非常的庄严的 庄严听好 不是满足自己的享受 而是让众生生欢喜心 生求法心 生菩提心 好 接下来看经文55页 丁一 福报生理 大家都希望有福报 前几天有一个脸友问我 师父怎么该发财 对不对 我已经回答了 福报是很重要 但先要想 什么是福报 福是指福气 报是你的结果很好 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有福就有气受 福气 有福就气得嘴嘟嘟的 可见 福要看你怎么去用 简单说福报 最具体的来讲 当然是钱 钱是你的福报 没有错 第二个 有清静的 向好庄严的人生 你不是残障人员 这个也是你的福报 第三个 你的能力 也是你的福报 第四 才华 也是你的福报 第五个 口才 也是福报 第六个 欢喜心 有很有人员 也是福报 第七个 常常呢 遇到贵人相助 不管是佛教 或非佛教 你遇到很多人喜欢你 提拔你 贵人相助 也是你的福报 第八个 做任何事情 有teamwork 很多好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 帮你 这个也是福报 刚才讲贵人相助 是指提拔你 给你机会 但是他不一定会跟你一起做 第八个讲的是什么 一起 跟你一起 working together 我们讲teamwork 一起做 这个也是你的福报 第九个 是一起同共发心的 心愿同结的 联友 也是你的福报 最后最大的福报 是什么 生生世世遇到好的 善知识 教你佛法 那是最大最大最大的福报 可见福报不单单指钱 了解吗 我想一个 我跟你分享的 不是炫耀 我只是分享 我从小读书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教我 我以前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 因为我过去是也是奖金的法师 我生生世世都在教别人 我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 讲英文的时候 学英文我遇到最好的英文老师教我 教国文呢 我学过20年的classical chinese 古汉我是懂的 我还学过12年到15年的英文 到现在我还在学英文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用英文利益 用讲大乘佛法利益众生 因为英文必现在是国际语言 可是要英文弘法呢 要比华文弘法更辛苦 因为文化不同 华语毕竟是我的母语 所以各位你看不懂的 叫classical chinese 我是看得懂的 当然我也要学习 我在要考高中联考的时候 我也遇到最好的老师 叫我物理跟化学 我也有最好的书法老师 一直到现在还联络 教我书法 所以我很感恩 对世间的老师 我很感恩 当然要感恩父母 给我这个人生 也要感恩世间的老师 让我学习这些生存的能力 举个例子 有些人问我说 师父你讲经很好听啊 很自在 你不要认为 我也是努力了20年啊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小学老师啊 老师也是要练习上台讲的 你今天看我这样很容易 不然你来讲讲看 那要练习的 还要修行的 对不对 都要不断地练习的 所以我在世间的时候 就有老师很好 上台的经验 讲经说法的经验 所以出家以后 当然要加上 精进佛法的修持 所以你要有累积 很多很多的条件 所以我出家以后 也遇到很多大乘跟金刚乘 很多很好的老师教我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过几天我会教 弥勒日巴正道歌 那大家就会问啊 哎呀 为什么师父 你有很好的老师呢 我就没有很好的老师呢 那当然要先问 你经得起磨练吗 举个例子好了 西藏大家都知道 伟大的弥勒日巴 对不对 遇到他的老师 叫马尔巴大医师 他见到他的时候呢 因为灭勒日巴呢 他在没有学佛之前 学咒术 杀了很多人 对不对 他的亲朋好友 跟他抢财产 他杀了很多人 他有地狱九节的果报 会堕地狱九节 那他的师父叫马尔巴 对不对 就想要帮助他 帮助他咧 那问题是什么呢 对呀磨练他 就叫他盖房子 从山底下呢 然后呢 一直载东西 爬到山顶上盖了 盖完以后 他师父假装生气 不高兴 就叫他拆了 拆了又盖 盖了又拆 一共拆了八次 那一般人呢 早就crazy啦 可是他的师父 不会执着 最后呢 他忏结了八节 因为他盖了八次 所以他永远 对自己的上师 是很欢喜的 对对对 他知道上师对我好 他是来磨练我的 然后呢 最后呢 他还有一节的夜 还没有忏除 所以他师父叫他 将来你要去闭关 然后呢 你因为闭关的修持功德 会忏除你的业力 所以各位 你要想想看 我们常常想 你要找好的老师 请问 你有没有被磨练的根性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你找不到好的老师 你应该问 我真的 am I ready 就是我 我准备好要学习了吗 我准备要磨练了吗 举个例子 以前我大乘的师父 对还没有出家之前 也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时候我来听 三才童子五十三餐啊 对不对 在佛罗教育基金会 我白天上班耶 晚上我去听经 周末呢 我也去参加供修啊 每次上完以后 我也去见我师父啊 那他叫我很好 圣老师有没有问题 我非常的认真 很多很多问题问他 很好很好 我师父也对我很好 给我礼物 给我巧克力 对不对 要发心 哎呀我觉得好好 师父对我很好 那师父却也劝我出家 我真的很感恩 我师父度我出家 如果没有度我出家 我也没办法到 全世界去弘法 更不可能坐在这里 为你讲南传北传 藏传的这个经典 对不对 所以我很感恩 我大乘的师父 也感谢我金刚乘 很多很多的老师 那结果呢 我师父呢 要出家以后了 出了家对不对 出了家以后 当天就开始骂我了 哎呀 出家就跑不掉了 所以师父可以磨练你 骂你 是你要感恩 可是现代的人 比较不太容易这样想 都会觉得 哎呀 师父骂我 哎呀 我一定跟师父没有缘 我跟他是冤亲在主吧 错 人家骂你 才是关心你 但注意听 不可以用这个做借口 真正善知识骂你的时候 他没有称心 他是要磨练你的 知道吗 我们大乘佛法里面也有 观世音菩萨在七月超度 现什么 鬼王像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南魔大乘锦纳罗王菩萨 对不对 这些都是先愤怒像啊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南魔浇灭大事啊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像啊 所以就好像你现在一个爸爸妈妈 有时候你爱你的孩子 你关怀他 恩威必失 你对他好也是好 其实有时候你骂他也是为他好 但是你不可以起称心 你起了称心的话 将来你会跟他有恶缘 为什么 称心你会堕落三恶道 所以你遇到师父愿意教你 你应该感谢阿弥陀佛 鬼命三宝 师父看得起我 当师父呢 不骂你的时候有两个情况 一个你是很好 你快开悟 第二个是你快没救了 讲也没有用了 这是真的 所以我要讲最大最大的福报 是善知识 不疲不愿地愿意教你 所以你应该发愿 我生生世世都要遇到正法的善知识 我生生世世遇到正法 甚至在普贤行愿品发愿 我生生世世要出家利益众生 所以请看经文 福报力 如十种小的大象 它的力量就等同一个龙象 十个龙的大象 它的力量就等一个香象 香象是这个象的功德力比较好 在印度有各种大象 有一种香象 现在比较少看到 它身上会放檀香的味道 十个香象等于一个大香象 十个大香象等于一个是 这个所谓讲大力士的力量 大力士是佛的那个护法 十个大力士的力量 等于一个半纳罗岩的力量 十个半纳罗岩的力量 等于一个纳罗岩王天神护法的力量 十个纳罗岩的力量 等于一个大的 非常广大无边的纳罗岩力量 先理解到这里 这里有很多的印度的文化跟历史 很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但是你就知道说 它是一倍一倍的增加 接下来再看下面 55页第九行 十个大的纳严罗力量 等于当过一个百节的菩萨功德力 菩萨发愿度众生 有一百节的功德力 都不退转 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度众生度众生 我们也求观音菩萨 也求地藏菩萨 但是我要鼓励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一生帮助过多少的众生 要常常想一想 但是你常常有帮助别人的心 你就会有功德力 接下来 十个过百节的菩萨力 就超过 当过一个过百千节的菩萨力 十倍的过百千节的菩萨力 就等于得了一个忍 这里叫无声法忍的功德力 大菩萨的功德力 无声法忍是八地不动地菩萨 那十个无声法忍的菩萨的功德力 才能够比得上一个 南摩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最后一生补助菩萨的功德力 所以他这样的比喻表示说 真正得到菩萨的功德力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举一个例子 前几天有一个联友 他生了烦恼 他跟我说 师父啊 我以前不太了解西藏佛教 结果人家送了我一尊四壁观音 现在我觉得跟金刚才没有缘 他要把四壁观音给送走 好吗 我说你真是太笨了 没什么智慧 谢谢大家